Instagram成立8年 全球活跃用户突破10亿人大关 如今进军长影片领域 明显冲着优管YouTube而来 名为IGTV的全新视频平台 有别于过去只能发布最长一分钟影片的Instagram 现在要上传 长达一个小时的视频也不是问题 有别于其他的影音平台 IGTV讲究和手机装置结合 因此拍摄风格也会以直向为主 整体画面会以手机荧幕最大范围呈现 Instagram首席执行员斯特罗姆指出 他希望IGTV可以成为创意平台 让知名度相对低的创作家能累积更多追随者 成为网红 目前他们不打算设置广告 也不会在Instagram和IGTV之间进行太多整合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数据显示 13岁到17岁的少年群体中有72%的人使用Instagram 仅次于优管的85% 而使用脸书的人只有51% 比起三年前的71%明显下滑 分析认为 脸书流失大量年轻群体 只能靠着救命神Instagram 通过改变经营政策重新抓回年轻用户 尤其IGTV无疑将让用户逗留Instagram的时间更长 进而创造令人垂涎的广告收入 可以预见的是 各大平台争夺眼球和广告的竞争正不断升温